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仪式上还将有科学中国味道的欢迎表演 以鼓舞舞诗的元素显音化表达了鼓舞事情的注册 第一次来韩州 这边的环境和科技感都很精进 亚运会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勤俊全力 新的期待当然是希望说自己能够站上突台 就是颁奖台突台的最高的位置 我以前有来过韩州 我去过西湖也很喜欢 我刚刚进场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一个跳舞 其实也是我们中华民觉得有文化吧 就是有共鸣 我期待就是可以把自己每一盘棋也下好 然后就希望可以消除自己赢得比较好的成绩可以出现 我知道其实韩州棋手很厉害 然后很多职业的棋手也在韩州这边下棋 希望可以跟他们有机会交流吧 中国的这个举办的亚运会也很开心 因为祖国嘛 然后就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了 我也有参加那个大运会 然后我就感觉在内地比赛的时候 就是大家观众都会很支持 每次出场的时候都会听到大家的掌声 鼓励然后我也很兴奋 从1990年的北京亚运到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 再到如今的杭州亚运会 很多人也用各自的方式见证或亲历了33载跨越 中国是第三次举办这个亚运会 体育嘛 然后大家来到这边都可以很开心一起去交流 不同的散步不同的体育 就是可以交朋友这样子 我三个我都参加 你三个都经历过 都经历过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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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的这个体育交流啊 是非常的平缓 对体育的关心 对运动的热衷啊 这个逐步都在提升 这个就是好现象 90年的时候 我自己没有在北京亚运会 北京亚运会的现场 但是我知道从我父亲也要做 我爷爷这个口书啊 他们那个时候 包括国家也是通过这个亚运会去 欢迎各国的朋友来到中国 我当时不光是我爷爷 当时不光是我爷爷 我觉得国家 跟很多的有心之人呢 都为第一届 亚运会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那第二个阶段 就是广州永略 对吧 2010年 我那个时候也是党副团长的角色 欢迎那么多朋友来 也看到中国在90年到10年发展的 迅速发展 飞快发展 也是制作我们的骄傲 我觉得现在意义又不一样了 各国的朋友来到我们中国 又是一次机会 可以讲好我们的故事 讲好我们现在的这个快速发展 三个时期给我们的感觉都不一样 但是我就很开心 我们都可以在三个亚运会 都有参与其中 体育是竞争 也是非常好的桥梁 从团结友谊进步 到激情省会和谐亚洲 再到欣欣相容 at 未来 三次亚运会窗口 也透视中国三十多年的变迁 希望未来的赛程里 我们每一位亚运健儿 都能赛出风采 书写新的亚运传奇